主料,面条200克,主料,黄瓜100克,胡萝卜50克,猪五花肉100克,甜面酱60克,大蒜100克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烧开一锅水放入面条煮熟后,早出放入晾开水中白亮后放入冰箱冷藏,胡萝卜和黄瓜洗净切成丝备用,大蒜排松切碎,加入味达美酱油醋蚝油糖香油调成汁备用, 这锅入油倒入一些好的肉丁,翻炒颜色发白后,放入大蒜末继续炒出香味,倒入甜面酱,一起翻炒,要勤发动以免粘锅,炒好的肉酱调的汁,浇在冷藏过的面条上,加入黄瓜和胡萝卜丝,一起搬一下,就是一盘美味的面条了,烹饪技巧,炒至甜面酱时要勤发动,否则容易粘锅,因为好友和面条本身都有盐分, 就不要放点了一点太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